全球都不平靜 包含了现在在红海这边 美军已经第三度的发动攻击 胡塞组织也发射了飞弹 击中了希腊的货轮 美军是在16号的凌晨 对于胡塞组织发动新一波的打击 现在胡塞组织 他们反射反舰飞弹 虽然击中了货船 但所幸现在无人伤亡 只是说因为胡塞组织 频频的对于这些商船 有一些袭击的事情 现在拜登政府就说 要重新拟定全球特定的恐怖分子 其实本来在川普任内 本来就已经把胡塞组织 认为是恐怖分子了 那是后来好像在拜登政府的时候 又把他从这样子的一个名单当中移除 现在又说又要把他再放回来了 因为这个燕门叛军这边 让红海的不平静 所以现在壳牌他们也宣布 无限期暂停航运红海这边 所以就会影响到这边的石油的一些运输 那人家讲说恐怕也会使得 接下来全球的通膨 可能也会有一些连带的反应 那我们看到这个吉尔吉斯的前总理 他们讲说 现在发现到说有很多转油陆路货运 来作为替代方案 在全球的不稳定局势加剧的情况之下 现在有90%的全球海运面临到非常大的风险 因此现在大家就开始要走中欧班列 他说光是一月份的货运铁路的这些仓位 已经被全部订满了 那几乎早班期的订舱服务 已经排到了1月31号了 那就是因为这个红海被封锁 所以反过来看到这个中欧班列 变成了一个可以运输的一个机运 那我们看这个中国大陆发展一带一路倡议 跟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 看起来现在他们就说 中国跟中亚还有欧洲的这些陆路的运输 现在必须打开 不能够再依靠只有这个中欧班列而已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超前性的一个倡议 那再来看到中国大陆去到了达沃斯 也让美国有一点吓一跳 因为说哇这次的规格非常的高 因为是由这个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来特别带队 率领了十位部长级的官员 人家就讲说哇这感觉好像一个 类似这个国事访问一般的 这样的一个阵容 所以布林肯也很着急了 布林肯现在也说要赶紧安排 要见到这个瑞士的总统 如果没有见到的话 恐怕会引发外界的批评 但是布林肯也提到 他说没有安排与中国大陆的代表来见面 他说这次可能在论坛期间 应该没有办法跟李强的代表团会面 但是李强感觉上见了非常多人 难道是李强不愿意见布林肯吗 所以在达沃斯这边 也可以看到出这个中美方面的一个角力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拜登对内对外 感觉上面好像都有点焦头烂额 首先对内的话 我们刚刚提到川普 最新这个共和党的总统 提名初选开跑 那这个川普的得票率 在爱荷华州 已经拿下了这个过半的得票率 得到压倒性的胜利 以51%的得票率创下了记录 所以现在南韩也有动作 他们就说很担心 川普年底可能会胜选 所以他们提早跟美国开始讨论起 驻韩美军的费用分摊的议题 那再来我们看到还有这个《风行者》这个电影 票房突破了1200万元 那当中的反派角色 这个大反派饰演美国总统的儿子 而且他的形容是说 利用母亲的名声来经营犯罪事业 这样的一个剧情设定 就让人家联想到拜登的儿子 杭特的一个经历 那这个大导演呢 他其实也是讲得很 这个带有玄机 他就说不该用现实事件 来分析风行者的剧情 但是呢这个连结很有趣 当你创作一个虚构的作品的时候 你总是希望他能够扎根于 一些可能的现实 所以感觉上面这个玄机 好像也有一点 好像带入杭特的这种意味 那对于拜登来说 对外战争也是一大问题 现在俄乌也还没和谈 然后尾巴也还在打 纳坦雅活好像也不太甩他 再来鸿海的危机不断的扩大 甚至呢 还有这个菲律宾台海这些的问题 恐怕都是拜登 接下来连任的很多关卡 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 杰老师怎么看 这个整体来说的中美全球的角力 中美全球角力会继续进行 问题就是说谁的状况比较好 国内的部分政局稳不稳定 国外的部分 那么对手有多少个 那这两个比较来讲的 美国今年要进入大选 所以他在国内的要维持稳定 还有拜登要想要当选 都会缩限他在这个 对外外部的事务的处理上面的 资源也好 还有他的政策的自由度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从外部来讲的话 美国现在深陷 直接陷入两场国际战争 那么而且尤其恶物战争 最近所有的金川国家 决定对美元下手 要取代美元这种霸权的地位 所以美国不管内内外外 基本上都面临空前的挑战 所以美中的冲突的话 基本上美国现在 起码跟他过去一两年来比的话 他是处于比较劣势 中国大陆倒可以一意代劳 就是变成的话 不管内外的话 内部比美国稳定 外部来讲的话 朋友比美国多 所以就是说 这场竞争会下去 美国现在内部最大的问题就是 共和跟民主两党 因为美国总统大选面临摊牌 这个双方都是势在必得 那用的方式也都说实话 过去那种 有点像现在民进党这种奥博很多 那就是把司法政治化 双方动一个司法的力量 那么都把对方的这个对手 往这个司法的案件里面带 比如说共和党就把这个 把这个拜登 在共和党里面 在众议院已经开始这个 弹劾的调查 这个调查会随着这个选举进行 会在调查的这些公厅会里面 会暴露更多拜登 跟他家族的这些丑闻 这个对拜登来讲是很难承受的 可是民主党对川普的话 有四个重罪案 而且现在在发动很多州 取消川普能够参加 共和党初选的这个资格 那现在等美国的联邦法院怎么判 那如果说真的取消川普 这个叫竞选资格的话 你觉得川普的资质 会安然接受吗 这都是美国政治上 过去从来没有的这个变数 那现在川普事实上在美国 这个也就是总统大选 第一场初选 包括民主党 第二就是爱沃的共和党初选 压倒性的胜利 他的后面的两个对手 都紧追在后 那爱沃的这个初选 事实上川普根本就没有实力 他去的也 次数也不多 花的钱也有限 而且在过去进行了 一两个月的所谓共和党 总统参选人的政见辩论 川普根本不参加 他完全不参加 剩下就是那个什么 这个黑里 妮奇黑里 就是以前美国驻联合大使 还有这个迪桑特斯 还有几个 就二军型的人物 辩论了半天 那么川普根本不挂免战盘 一出手的话 川普就把他们两个打了 在满地找牙 所以如果不出意外 川普一定获得共和党的提名 拜登的话就准备再跟川普 再苦战一场 好 请教帅将军 首先我讲这个 胡赛组织 这是一个很大 全世界安全很大的一个引诱 因为美国跟英国 虽然派出重兵拿出飞弹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地理位置 就好像是个癌症一样 它这个游击队高兴就来一发 不高兴再来一发 那问题是全球的商船 都不敢再往下走 哪怕是你有护航 今天希腊这条轮船 虽然被打没有死伤 但是你想想 做生意的人 谁愿意冒这个险 第二个 这个中欧铁路 你没有办法取代海运 海运一条货柜轮 要装到多少铁路的半年 所以这个问题 全球性 第一个物价会上涨 最严重的 为什么李强可以到欧洲去开会 很多工业产品 不是一国自己全部做的 是各国家的零件 这个叫做生产链 大家合作的 现在你美国在围堵 加海运 你像这是特斯拉 为什么在德国厂 两个礼拜不能开工 闭厂不能开工 零件没有了 所以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隐忧 俄乌战争造成很多美制的防空飞弹 轻武器流落到黑市里面去 今天阿拉伯事件 加上走廊的问题不解决 全世界的恐怖分子 恐怖主义又会又起 你不信我可以预言 英国将来就首当其冲 美国也有 这些轻武器 你像赤针飞弹 装在一个提琴箱子里面 就可以带走了 到你机场打掉一架飞机 就三四百人 打掉个Airbus可能五六百人 所以这个东西 乱局是开始了 这个航线一耽误 我跟你讲 民进党已经冻结了 很久的油价电价 跟着全世界物价上涨 你看好了 选举不要到520 就开始上涨 我们的油价电价 这两个一涨 我们的通货膨胀 杀得了车吗 赖清德你能解决吗 他可以转移目标 这是因为全世界 航班受影响 事实上我们贴补 已经贴补很久了 这个问题 大家不要太乐观 我觉得世界大战 已经差不多了 现在火头已经士气 恐怖分子在作乱 是不是美国会加重 惩罚的力道 这个刀兵之灾 全球泛滥 加上川普这个宝贝 You fire 他那种破裂 他出兵是不要理由的 这个我预见 未来世界不太平 不是二银爽平 你看这些因素 经济上造成贫穷 经济上造成贫富不均 经济上造成小国家难以生存 大国家的兼并行动 就一定会更趁乱而行之 你围堵中国的形势 跟中苏联合 跟美国 英国联合起来的 这个斗争 从军纪战 科技战一次 打到最后 五年 十年以后 就打到传统的热战 好 叶老师 我稍微强调一下 这个燕门的这个胡赛 武装力量 我不想叫他叛军 因为他确实蛮厉害的 他里面的话 这代表三重异议 首先的话 这个胡赛的话 他对于商船 就是不管什么情况下 通通攻击的 什么所造成的 这个世界上的贸易的影响 他有一个非常正确的理由 就是支持巴勒斯坦 尤其是加萨走廊的 这种生存权 这点理由的话 是全世界的物色 包含 第二点的话 就是英美本身的部队 在联合国的提案的时候 就11号开始攻击 现在已经攻击到第三次了 对不对 今天是多少 16号吧 对不对 17号 17号攻击三次以后 里面当中的话 中国跟俄罗斯的话 弃权但是本身来讲都会 张军在联合国里面的 中国代表里面特别强调 这个法案通过的是摩尼两可 中国本身跟俄罗斯投弃权的目的是 希望要能够了解英国关系 其实讲的就是加轴了 然后英美的话就直接开始进攻 然后第三件事情 这个事情说明了中东这场战争 开始外溢了 什么叫外溢呢 因为原来比利时代打得如意算盘 是在短期内三个月内的话 把人全部干掉 从来赶到埃及去 那就解决所有的问题 一劳有益 但是现在的话 里面出现了 里巴内有珍珠党 然后这个燕门的话 有胡塞组织 然后原来的哈马斯也都不完 然后再加上叙利亚跟伊拉克的话 我跟你讲 大家要了解一点 他们通通都是伊朗的 什叶派教徒 也可以说是替伊朗打这个代理人战争 然后伊朗现在慢慢的开始的话 就慢慢正式进军 所以整个中东地区的话 都会非常不平均 大家翻一翻历史 就可以看到过去的三五年来 那个沙烏地亚阿勃 不管动用多大的力量 鼓动了多少人 都打不过这群穿着拖鞋 乱丢飞弹的 不是说乱丢飞弹 但是基本上都是无人机 飞弹什么 这个发展非常大 而且有效的力量 这个的话 让美国跟英国感觉到 不晓得该怎么办 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 都会出现一种新型的战争状态 就是说你丢的炸弹的成本 远远高过他的无人机 你不晓得该怎么拦截 而且无人机的话 一不小心就丢到你的商船上 大家基本上商船 是没有任何的智慧力量 所以没办法 对于很多人的用程中 都会有任何的智慧力量